我也不知道我招什么罪啊 招这些员工一个二个身体都给虚弱 想压榨一下也压榨不了 给强 That's the point 其实他心里虚弱是因为前两天他刚刚打了第四针的疫苗 第四针真是要命啊 欢迎田木尔 听不懂 大家好 对,我是打了第四针疫苗 打了辉瑞 我为她感激一点,所以我的心里是打的 那小姑娘问了我三遍确证我要打辉瑞 就好像面对一个要自杀的人 所以当初我一直反思了一下 我想要好好地活 如果有人要逗我笑的话,我就笑 对,谢谢 我跟今天讲一段我早期还挺过执 好 十岁,十岁的子 有点早 那个时候四年级 四年级我是一个好学生 好学生 因为我跟班级的人合不到一起去 那时候的大人 就偏偏把孩子往学校里塞 其实我比他们小了一两岁 就当幼儿园了 所以呢,我根本玩不到一起去 没有力气 没有存在感 有一次老师呢,在课堂提问 刚巧我在课外书上看到了 我就回答了,老师就很高兴 因为他讲了很久,大家也不明白 我就像旧心一样了,就很高兴 正在这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么一个制度 从夏季改成冬季有一个一次 然后大家呢,就都降半级 老师呢,就把我留下来了 因为老师呢,不喜欢跟大家讲 很多,很久很久 大家听过明白,就很累 我就是一个秘密武器 我是怎么样呢 我就特别喜欢玉玺 在那个年代啊,很少有这么小小孩 懂得玉玺的 我就把前一点的课 看一看老师会讲什么,会问什么 到课堂上大写身上 在这新的班级里边呢 大家更年纪,我年纪更小了 一般都比我大两三岁 最大的比我大五岁 结果他们就非常痛恨我 非常痛恨大家理解的 然后下了课之后呢 他们就啄弄我 而且他说话我也不懂 问我,你是250吗? 我说是,就这样 然后更可恨的是呢 啄弄他,逐渐的升级 最后就追了我把裤子 大家也不笑啊 反正是 这惨了 主要那时候大家都比较穷 已经是那个玩笑 哎呀,他们会笑 其实其实谁都有呢 就是还这样 女生呢 女生呢,一开始他们会笑 但我们这个时代啊,男生女生互相之间没有 没有交流 没有交流 没有沟通 就好像互相在看对方 像看个立体电影似的 就假装就看见 不知道,没有沟通 这些,其中有个女生呢 她叫芬 她就特会说笑话 特会开玩笑 男生呢,不能笑 为什么呢,假装听不见 恨不见 谁笑谁却位就不高了 所以就不笑 但是我呢,刚好还能听懂 而且我不能控制 结果我稍微微笑 所有男生都哄堂大笑 本来他们也别不做了 然后就表示我却位不高了 这是个事儿 他们下课经常追我 把裤子 但是,这个芬呢 他就说,时间久了 他不耐烦那种游戏 他就经常追我的路上 他就出现了,挡着路上 这时候其他男生呢 就没办法再追了 或者他就说,哎,老师来了 所以他就是我的救世人 我就经常注意他的动静 所以我经常看他 经常看他 然后呢,他也就经常来看我 所以主人家讲故事 您不笑啊 那,最后我就觉得 哎呀,他就是 眼睛啊,特别漂亮 就那种混卷嘛 然后呢,没办法从 从黑到墨绿 那个渐渐的像 他嘴唇很薄 但是有绿体感 他有弧度的 嗯 他有弧度 所以说,其实我也 并没怎么注意他长什么样 只要我注意他的移动 嗯 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 也注意我了 嗯 他虽然比我大好几岁 但是比我姐姐小 又小好几岁 但是他经常会 到我家玩,找我姐姐玩 嗯 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孩子呢 属于那种混血家庭 就不像我们 纯着中国人 这么有 事业心啊 他就回到家里边了 就互相 逗笑话呀 也不分个老少 一笑就整个屋子都全笑了 哈哈哈哈 大家那个诚实 这个就够了 然后呢,有一些我的 我的母亲 我们一家人晚饭之后 大家坐在那儿看书啊 大家做事啊,就在那儿静静的 我妈妈突然说 这个小芬呢,特别漂亮 我一想一下,这妈妈真有眼光啊 我就想监察着跟她聊 她说,她不爱学习 嗯 咱们谁啊,都不能找她做媳妇 我一想,这家里边就 三男人 我弟弟八岁 我爸爸四十多岁 哈哈哈哈 我就觉得很危险 我就不敢揭察了 嗯 哎呀,这段研究上没有啊 哈哈哈哈 嗯 但是后来若干年后 然后我遇见她了 我回家想见到她了 她抱个孩子 夸了个孩子 然后呢,我看到变得很胖很胖的 就是任何能长肉就是全长了 那那感觉 她鼻子没长肉 然后正在惊讶,嘴舌头都伸出来了 她也看到我了 她说,哎妈呀,这不铁单吗 哈哈哈哈 她说,瘦成这样的呀 瘦都没人样了 哈哈哈哈 你收集魂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就这样,说到这吧 谢谢 谢谢 谢谢